很简单 我要把这么多 假设 目前大概看到就9个 如果90个、900个、9万个 像鸿海的话 上百万个员工 我要把前面占比 比如说前100个加起来 前后100个加起来 那你可能就问题了 所以 数量一多的话 当然你就不能用土把链钢了 你想说怎么办 如果不会的话 以前怎么办 想到什么 资料 给它排序吗 排完序之后再加再减 第一个前提就是不要排序 如果不要排序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知道 前三跟后三 那第一个 你只要找到排第三的 只要大于第三 大于等于第三的话 那不就一二三 那再来的话 就倒数第三 只要是小于等于倒数第三 那不就是倒数一二三了吗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第三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到第三名 跟倒数第三 跟倒数第三 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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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用哪一个函数 特别主要你这边可以用统计类里面 最大的话呢 特别主要有个max 对不对 但是不是max 另外一个什么 large large 的话 large 跟max 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 large 多一个 叫k k的话 是第几 排第几 排第几的意思 所以array的话 我刚刚讲过 范围嘛 跟他讲 这个范围里面 排k 1的话是排第一 38,000给你 那如果排第二的话呢 37,500 那我要排第三呢 这样就ok了 找到了 有没有 就这一个 large ok 然后倒数第三 三 请问应该是哪一个函数呢 用猜的应该可以猜出来 有large 颠倒的词是什么 对 small 对 所以有些东西啦 我觉得你就用理解就好 有没有small 也有small 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一样有个范围 有没有 第几 第几小 这意思是倒数的 倒数第三 三万两千三 有没有 就马上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一题 一定要这两个函数 如果没有这两个函数 好麻烦的 对 有没有 你用max是最大 mini是最小的 那不对啊 我要第三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large跟small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钱 那钱的话 我们就怎样 所以你可以把它用什么 一样用那个就sumif sumif 然后做什么呢 criteria就是什么呢 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 是大于 等于 特别大于等于 这一个 ok 特别注意 大于等于这个 你不能直接打这样 你还是要用之前那个那个观念就是一定要是如果是比对的那个运算的符号 逻辑符号的话就是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 然后后面的话一定要串接 串接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储存格 你不能直接像刚刚这样打 一定要是这样子 有没有 它的一个字串 and 后面的东西 它带过来的东西才会是长这样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 虽然你概念ok 但是你不会把这个地方输入正确 那结果一定是错误 特别注意 看得懂意思吧 那另外如果你不要不要用F2的话 你可以怎么 直接把刚刚的LARGE贴过来就好 如果你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就把那个LARGE 这边我先做RANGE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大于等于37,400 大于等于的话 那帮我把它什么累加起来 那特别是上RANGE 这个就不用了 其实你这边如果跟这边一样的话 那这边可以什么 省略掉 ok 所以如果你指的RANGE跟那个SUM RANGE是同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省略按确定 这样就 最大的这样 最小的话 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倒数的就把它再把这个颠倒一下 把这个F2换到这边来 G2打个钩 这样的话就把前三大的跟倒数后面的三个把它加在一起 我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ok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假设 你想说 老师我做完之后 我这两个不要了 我希望一气呵成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复制到这个后面 哪个后面 这边贴上就好 这边之后 也是一样 有没有 自串and的那一个公式所得到的结果 他就帮你把它带过来 你做比对一下 ok 然后再按确定 结果的话 这个 再把这个也这样 所以如果一气呵成的话 那就是再把这个后面的倒数的 这边也是一样 这G4把它改一下 改small 有没有 这样打勾之后的话 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答案就出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多两个很重要的函数 这两个函数 其实还蛮好用的 就是latch 跟small 另外当然 如果你有时间做完了 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再复制过来 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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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难度又更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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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